哎呀 感觉就是这个 走得越久啊 越觉得想在这个城市生活 我申请了两 那个四个瑞典的学校 但是呢 我估计是够呛了 因为奖学金他没给我 瑞典奖学金给的非常之高啊 我当时申请了他们那个国家的奖学金 然后付所有的学费 然后什么保险 蓝七八糟的 然后每个月给八千块钱的生活费 然后很高 但是我没申请到 然后中国这边呢 我申请了一个 但是呢 中国的是你不能同时申请两个 我已经申请了匈牙利的奖学金 所以呢 我在申请瑞典 基本上是很难了 这边有7-11 我靠 真是少见的 真有一家超市几人 十一点关门的超市 我也是 这边是最大的 是四季的 就这边是最大的 这是我们不是个股市益 所以这个是一家超市民